HELLO 大家好,我是VINDER 今天试读的这一款,是稍微特别一点,以女性相为主的游戏 花异3 星之月 该游戏是在去年11月26日在中国正式公测 开发商是朝夕光年,奇姆公司是字节跳动 如果你觉得这间公司有点陌生的话 那提到它旗下开发的APP抖音,应该就能理解了 朝夕光年也是负责近期台湾上市的放四五零 在中国的发行营运 而花的台湾代理是老朋友IRARE 该游戏是朝夕的第一款自研游戏 原型来自于一款,原定于19年上架 但后来终止的废案如意传 以女性做市场开发,也是这几年大厂的开发趋势 以近期网络上你可以查到的公开数据分析 在手机游戏上,女性用户是多于男性的 尤其像休闲、经营、意志、社交这类 在COVID-19期间的收入也是大幅爆发 但今天就不展开讨论了 这讨论起来都可以独立开一篇了 游戏本身是以古典、书院风剧情为展开 但本质是卖力会角色为主 开场可以选男女主角 然后经过漫长的新手教程 跟看完编剧放飞自我的剧情后 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些游戏探索了 而因为每个人喜好的剧情不同 尤其这种需要很长时间的游戏时间来读文本 所以我无法深入讨论剧情的好坏 但普遍人看讨论都是对剧情不买单 画风建模方面确实算挺用心的 我觉得还蛮美的 战斗方面虽然是才简约的方式 有些人可能不喜欢 就几个大头在那对对碰 有加入攻击跟招式演绎的画面 补足战斗画面上的不足 但能做的操作其实不多 也不能指定 不过具体了解自己的不足 选择以擅长方式来常着 我觉得是还行的开发方向 其他游戏内容就是常见的推主线剧情 探索等玩法 如果每日体力用完还可以去做些活动跟支线 当然也有PPP的部分 虽然我开头说这是女性像游戏 看到前期宣传 各种美型CG 利慧等也会让玩家认为这是女性像的作品 但正式开始营运后 游戏定位却摇摆不明 后来也转成一般像加全魔斗争 这操作实属厉害 也是被很多玩家喷的原因 再来 策划各种良心操作 虽说本质是卖利慧 但最怕的就是数值不平衡跟被刺旧角色 总不可能有人喜欢自己花钱花时间养出来的角色 没多久后就变倉管了 但策划却如此做了 再加上各种限定卡强推策略跟恶心的抽卡机制 这点真的很容易惹怒玩家 毕竟游戏后期的养成成本很高 也没有提供支援退还的机制 真的会让人感到又干又渴 这一波下来 搞得玩家花一山 新职业 各种退坑卖好 甚至还引发了万人寝迟策划活动 结论 我见青山多辅媚 青山见我却不是 这游戏本身数值其实并不差 首月也有高达1亿的营收表现 当然有部分也归咎于抖音的推波助澜 但目前到3月份只剩下3000万左右 虽然仍在前列 但还是不抵每月下滑的趋势 很多人会喷这款游戏 大体都是觉得这游戏不错 但就是策划太毒 如果想录课的朋友 建议先观望一下 顺便提一下 目前同性质游戏在中国营收较高的 是腾讯旗下的 光与业之恋 3月份的营收有近7000万 最终谁能站到最后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P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